这一讲我要带你去看卢浮宫里最大的一幅画 它就被挂在蒙娜丽莎的对面 那是由威尼斯的天才画家维罗内瑟所画的一幅巨作 加拿的婚礼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幅画 穿越到繁华的威尼斯 去看一下热闹的上层阶级生活 这幅画真不愧为卢浮宫第一大的画作 面积接近70平方米 你想一下 如果把它放平在地上 都够建一个两居室的房子了 这幅加拿的婚礼 是拿破仑当年从威尼斯抢回来的 就是想把热闹的大场面全部装进去 这幅画一眼望去 就是一场热闹非凡的狂欢party 主人大摆宴席 宾客有说有笑 现场还有各种游戏和乐队伴奏 维罗内瑟最擅长的 就是描绘这样的场景了 仔细一看 你又会发现 画面的中间有个熟悉的身影 他是谁呢 是耶稣 耶稣一本正经的坐在画面的当中 他的右手边还坐着圣母 这两个人的头上都散发着金光 以此来象征他们是神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这对圣母子 会去参加一场世俗的狂欢party呢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啊 这幅加拿的婚礼 描绘的是一个圣经故事 讲的是耶稣和圣母 经过约旦河边的加拿时 受邀去参加一个婚礼 但是在婚宴上 酒忽然喝完了 耶稣呢 就展现了一个神迹 把水缸里的水都变成了酒 所以这幅画 其实是一幅宗教主题的绘画 是威尼斯的圣本堵修道院 委托维罗内瑟绘制的 画作完成之后 修道院就一直将它 挂在食堂的墙壁上 如果你再仔细地看下这幅画 还能发现一些 其他的宗教元素 比方说 在耶稣的身后 仆人们正在楼上切肉 这就象征着 耶稣是为了人类 而牺牲的羔羊 另外 婚宴本身也有象征意义 它代表着 教会和全人类的结合 会带来恩赐与真理 同时 婚宴的圆满 也象征了天国的幸福美好 加拿的婚礼这个主题 在宗教绘画中是很常见的 但维罗内瑟的这幅宗教画 好像只是拿这个主题 做一个借口 剩下的 全部是他自己在那里自由发挥了 所以 这幅加拿的婚礼 最大的特点 就是他描绘了一个 充满烟火气的大场面 这在以往的宗教画里 是非常罕见的 圣经中所写的 加拿的婚礼 是发生在一个穷苦人家的 婚礼的规模 绝不可能像维罗内瑟画的那样 又打又奢华 很多画家 都曾画过这个主题 举个例子 西班牙画家胡安 德弗兰德斯 就画过一幅 加拿的婚礼 大概比维罗内瑟 早了近六十年 那画面可要朴素多了 不信的话 你去图文区看一下 画里 就是六个人 围在一张方桌子旁边 桌上只放着一块面包 别的食物完全没有 而且画里的人 穿衣打扮都很简单 甚至是有点清贫 更重要的是 他们也没有在庆祝婚礼 所有人都望着耶稣 就想看他是怎么把水 给变成酒的 我们再来看看 维罗内瑟的这幅 场面大的 就像是一幕华丽的舞台剧 他将整个宴会的场景 放在一个古典建筑的大庭院里 还分了上下两层楼 整幅画 塞了一百三十多号人 这种超级盛大的场面 再配上明亮丰富的色彩 实在是太奢华了 而且 来参加这场婚礼的宾客 也都是来头不小的 他们之中 有修道院的僧侣 也有各国的贵族 还有很多都是来自 中东地区的外国人 他们一副东方人的打扮 包着头巾 留着长胡子 就连婚礼的主人公 坐在画面最左边的新郎 他也是包着头巾的 所以 这场婚礼 真的是非常国际化 除了宾客 画里还有正忙着 端茶地水的仆人们 以及专门来到宴会 现场的助行人员 比方说在宫廷里 专门逗人开心的侏儒 还有正位婚礼演奏的乐队等等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 乐队里那位穿着白衣服 正在拉鼓提琴的 就是画家本人 来参加宴会的宾客 都打扮得非常漂亮 他们穿着最高档的丝绸颈端 简直是光彩夺目 还有他们身上戴的那些首饰 绝对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首饰上都像有非常罕见的宝石 或者是晶莹剔透的珍珠 接着 我们再来看餐桌上那些好吃的食物 台子上摆满了鱼 肉 水果 奶酪等各种吃的 看上去就很有胃口 而且每一位客人 都有属于自己的餐具 非经即营 他们喝酒所用的浅口玻璃杯 也是所有威尼斯玻璃杯中最昂贵的 今天你在威尼斯还能买得到 只是每个杯子的售价 都要上万元人民币以上 但最夸张的 还是坐在新人旁边 那位穿着蓝衣服的女人 她的左手 正拿着一根牙签在踢牙 关键就在那根牙签 居然是用黄金做的 在画里闪闪发光 上面我所讲的这些 都是对这场豪华party的描写 但这幅宗教化最重要的主题 也就是耶稣在婚礼上 所展现的江水变成酒的神迹 维罗内瑟只留下了两个小小的暗示 如果我不讲 你恐怕都很难看出来 第一个暗示在画面的右下角 有一位穿着黄色衣服的仆人 他正抱着一个大水缸 在往外倒水 你要仔细看他倒出的水的颜色 其实已经变红了 证明耶稣已经将水变成酒了 第二个暗示是在仆人后面 那位穿着白色衣服的主管 他看着杯子里的酒 表情非常的疑惑 明明刚才就还是水 怎么一下子就变成酒了 听到这里 你应该会觉得 这虽然是一幅宗教化 但宗教意味少得可怜 完全被世俗生活掩盖了 宗教在维罗内瑟的这幅画里 就是一个幌子 他真正想画的 就是那豪华宴会中 形形色色的生动人物 他想要重现的 是威尼斯的上流社会生活 而且 画家在描绘这些内容的时候 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批判的态度 反而是一副很热爱的样子 的确 威尼斯人对世俗享乐 是充满热情的 即便是在中世纪 基督教处于权力巅峰的时候 威尼斯人照样我行我素 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就是 我们首先是威尼斯人 随后才是基督徒 那我们不禁要问 威尼斯人这种崇尚自由 以及享乐的态度 是怎么来的呢 这就要说到威尼斯的 立国之本了 威尼斯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海湾中的浅滩 完全没有耕地去发展农业 威尼斯人为了生存 硬是被逼着去发展贸易 所以 贸易才是这个国家的 安身立命之本 威尼斯人是地地道道的商人 商人重力而且务实 为了保证政治不干预商业 避免独裁 威尼斯在1200年间 一直都是共和政体 同样的 他们也绝不允许宗教来干预商业 无论基督教在外面怎么折腾 宗教战争也好 异端审判也罢 在威尼斯 依然是歌舞升平 一片祥和 也难怪教皇自己都会感慨 说 我无论在哪里都是教皇 唯独在威尼斯不是 现在 你应该能明白 威尼斯由于商业帝国的属性 在思想上相对自由 社会氛围也比较轻松 所以这里的人 天生性格就很开朗 喜欢喝酒狂欢 享受生活 这才会有这幅画中 那么奢侈的宴会场景 这同时也解释了 上面所说的 为什么宾客里会有那么多人 是东方人的打扮 因为威尼斯是做地中海贸易的 很多客户都不是欧洲人 他们来自东方 威尼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都垄断了东方贸易 他曾经是欧洲经济最发达 最有钱的国家 这幅画 我们表面所看到的 仅仅是维罗内瑟 都是当时最高档的丝绸紧缎 而且颜色光彩夺目 但你要知道 那个年代 画家可用的颜色就那么几种 合成颜料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他们用的都是从矿石 或者植物中 研磨出来的颜料粉 像画里天空的蓝色 就是由阿富汗的青金石磨成的 绿色 则是来自俄罗斯的孔雀石 猪红色 很有可能是由中国的猪砂磨出来的 这些珍贵的颜料 在当时就和黄金一样贵 你能想象 要涂满这70平方米的画作 得花掉多少钱啊 这可是巨大财富的象征 别以为只有这幅画是这样 或者只有维罗内瑟的话才这样 实际上 威尼斯画家们的作品 色彩丰富是出了名的 除了维罗内瑟 在卢浮宫里 你还可以看见 另外两位威尼斯的大师 提香以及丁托列托的作品 总体来说 他们的画都是色彩艳丽 热情奔放的 而观赏者 也总能从他们的画中 感受到世俗生活的乐趣所在 威尼斯的画家们 通过他们的作品 好像是在骄傲地告诉所有人 快乐的生活 也是人生价值的一部分 首先 这幅画其实是一幅宗教题材的画作 但宗教意味却非常的弱 总体来看 它描绘了威尼斯上流阶层的奢侈生活 反映了威尼斯人乐于享受 喜欢热闹的性格 第二 繁华的享乐生活 体现的是世俗力量的强大 这和威尼斯的商业帝国属性 是分不开的 总的来说 威尼斯人生活在一个相对宽松 自由以及富裕的环境之中 第三 威尼斯繁荣的商业环境 给了画家们很大的创作自由 他们在色彩以及风格上的创新 对后来的欧洲艺术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这一讲 我想带你去看一幅来自尼德兰地区的杰作 它就是昆丁马西斯 Quentin Massis1466-1530的钱商和他的妻子 这幅画 在卢浮宫里的坐标是 离赛留寡二层的814号房间 在这里 要先解释一下尼德兰地区 它主要是现在的比利时 荷兰 以及卢森堡那一片区域 钱商这幅画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那就是画里主人公的身份变成平民了 你要知道 文艺复兴以来的几百年 欧洲绘画的主人公 一般都是圣人或者王公贵族 这并不难理解 画家是受到委托才会去创作的 而委托人往往都是教会 皇室以及权贵阶级 但这幅画表现的是一对平凡的商人夫妇 坐在自家经营的钱庄里认真工作着 很有那种现代企业宣传照的感觉 也正是从这幅画开始 以社会人物为主的风俗画 开始在欧洲画坛流行了起来 所以别看它只是一幅小小的画作 这背后隐藏的 可是资本主义崛起的这股潮流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画 这幅画并不大 长河宽兜是半米多 它显然比较适合狭小的民宅 不适合挂在宽敞的教堂或者皇宫里 它的创作年代是1514年 画里所描绘的钱庄 位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 到现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城市 在马西斯生活的年代 这个港口城市就已经相当繁荣了 由于港口贸易的需要 安特卫普有着大量的私人钱庄 造就了一个富裕的商人阶层 这些商业精英非常喜欢风俗画 因为那些作品更贴近生活 也可以保存留念 他们常常用这些画来装饰自己的房子 画里的主人公夫妇就是其中之一 马西斯又是怎样描绘这对夫妇的呢 我这就来带你看一下 钱庄的老板夫妇 位于画面的中央 他们身前是一张办公桌 身后还有一个木架子 桌子和架子上都放了不少东西 而且这些东西都很有趣 我后面会细讲 钱庄的老板 他左手拿着一个天平正在称钱币的重量 想看看他们是否达到了法定的含金量 而且为了尽可能的做到测量准确 他将天平调得非常紧 左手的五根手指都紧张的崩了起来 你仔细看那些钱币的图案 会发现他们是来自不同国家的 有法国英国神圣罗马帝国等等 当时的安特卫普 每天都会有携带外币的商人来这里做贸易 这些商人到了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钱庄兑换货币 可见这位老板的生意做的还是很红火的 在老板夫妇的办公桌上摆满了贵重的物品 其中有一个小小的黑色绒布袋 里面就装满了闪闪发光的珍珠 旁边还有四个镶嵌着名贵宝石的戒指 因为钱庄还会有放贷业务 所以这些珠宝很有可能就是客人拿来抵押的物品 这对夫妇的穿着 表面看上去并不是很华丽 但是所有的细节可都是在体现着财富 他们穿着的衣服 领子和袖子上都有毛皮的滚边 手上也都戴着像有宝石的戒指 老板娘的头沙上还有一个纯金的别针 上面我所讲的这些 大致就是这幅画的主要内容 那些代表财富的钱币 珍珠或宝石 很明显反映了这对夫妇富裕的生活 不过 这并不是理解这幅画的关键 我要提醒你注意的是主人公本身 你想一下 如果你专门请了摄影师来给你拍照片 你肯定会好好整理自己的形象 随后跟摄影师讨论该用什么姿势 展现什么表情之类的 而你最终出现在照片里的形象 就是你们精心设计的结果 哪怕这位摄影师 他是在抓拍 那也是有目的性的 那么这对钱庄夫妇 请人给他们画像 也是一样的道理 但你看 最终马西斯将他们呈现出来的模样 却是非常显示的 画家并没有对他们进行美化 比如把他们装扮成历史人物或者权贵 也没有将他们画得更好看一点 就像现在婚纱照那样修图 马西斯最终选择的 是这对夫妇 在日常工作中最平常的样子 那就是鼠钱 这不光是画家一个人的创意 其中肯定还有委托人的意愿 当然也包含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共识 那就说明 这个鼠钱的造型 虽然算不上优雅 高贵 但也肯定是体面的 是被世人所认可的 从这一点上 你就能感受到 当时尼德兰那种非常务实的社会氛围 不过 这也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很多人会以为 这幅画纯粹就是一幅表现世俗生活的作品 其实不是的 马西斯这幅画里有很多寓意 而且都有很深的宗教意味 这一点是很难被发现的 因为尼德兰的画家们有个特点 就是非常喜欢精细的去描绘风景 衣服 零碎的小物件等等 同时他们还会给这些物件 赋予很含蓄的象征意义 就好像在跟观众捉迷藏一样 现在我就要带着你去把这些谜底给解开 首先 你仔细看他们两个人的表情 都不太自信 尤其是妻子 她的眼神中充满了忧虑 而解开谜题的线索 就是她手里正在翻着的那本书 它可不是一本普通的书 书被打开的那一页 上面画着圣母子的肖像 所以那是一本祈祷书 这样就能理解妻子为什么忧虑了 她其实是在害怕 在圣经中 放贷一直是被诅咒的 因为放贷者不会生产任何实际的东西 只是靠钱来生钱 所以这种开钱庄的人 在当时的信仰里 死后是必然要下地狱的 而且 安特卫普这个地方 又不像威尼斯 教会在当地的影响力 还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接着再看 在这对夫妻的身后 那个木架子上放着很多物品 这可都是被画家精心设计过的 比方说苹果 它所代表的是亚当和夏娃偷吃的禁果 它在提醒人类 他们所背负的原罪 苹果左边还有一个水晶瓶 它通常象征的是圣母的纯洁 在架子的最右边 还有一只熄灭的蜡烛 这其实就是在讽刺世俗了 它在暗示人们 死亡是注定会到来的 为什么还要如此的执着于金钱呢 所以这幅画 有可能隐藏的最深的含义是 这对夫妇 他们遇到了好时机 赚了很多钱 他们也不太可能放弃现有的生意 但同时呢 基督教的教义 又令他们感到深深的不安和害怕 这种宗教和世俗的强烈冲突 一直在煎熬着他们 是该继续去追求财富呢 还是要坚持自己的信仰 我想 他们是真的不知道 同样的 马西斯在这幅画里 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不过 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光 回头再去看这幅画 答案就很清晰了 其实 钱商和他的妻子 恰好处在一个转折性的时间点上 在这幅画完成之后的第三年 也就是1517年 德国的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就发动了宗教改革 基督教从那时起 就分裂成了天主教和新教两大教派 新教的出现 终于让这些商人摆脱了枷锁 因为新教 尤其是加尔文教派 他宣称 一切职业 不分贵贱 都能荣耀上帝 从那时起 被压抑了1500多年的商人阶级 尤其是金融业商人 他们的道德枷锁 就被彻底解开了 而这个时期 也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开端 这幅画里 其实还隐藏着一个很好玩的彩蛋 那就是在办公桌上的凸面镜 你一定要记得 仔细去看凸面镜里反射的画面 他描绘了一个在窗前阅读的男人 你甚至都还能看见 窗子后面的房子和教堂 这个凸面镜在画里 直径也不过十厘米 在那么小的面积上 竟然能画出这样真实细致的场景 简直是不可思议 或许是受到中世纪细密画的影响 16世纪的尼德兰的画家们 一直都很喜欢描绘这样的细节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杨 凡 艾克 他是最先一批使用油 去调和颜料粉的人 创造出了油画 在他之前的艺术家 都还是用蛋黄或者蛋清 来调颜料粉的 那个被称为蛋彩画 由于油画的干燥速度很慢 画家就可以慢慢的去描绘细节 才让画里这种凸面镜的存在 成为可能 首先 这是一幅描绘社会商人的风俗画作 画里的主角不再是圣人或者皇族 而变成了平民 这一转变 反映了当时的欧洲人 对现实生活的重视 以及富裕商人阶级的崛起 第二 这幅画表面看上去 是对安特卫普世俗生活的描绘 但画家 却在画里藏了很多暗语宗教的物品 表达了宗教和世俗之间的冲突 1517年的宗教改革后 这种冲突终于得到了缓解 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